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遭到观众仰处 而孟赫堂饰演的蓝灵可以说让大家看到了孟赫堂的另一面 在前几集可以说是把蓝灵形容的天上有地下无 就连小皇帝都是他的忠实粉丝 将观众的期待值拉满 而蓝灵公子却以乱七八糟的乞丐形象出现 既有喜剧效果又成功避雷 在演技上孟赫堂可以说把落魄的蓝灵演绎的淋漓尽致 在唱功方面孟赫堂也着实让观众惊艳了一次 能够如此完美展现蓝灵落魄的一面 这可能也跟孟赫堂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有关 看似风光的背后往往也伴随着无数的艰辛和努力 就像在德云斗校舍中烧饼说的那句话 如果没有碰到师父 他们这一帮徒弟不一定会是在干什么 有可能就像他们体验的工作那样 端着盘子收拾着桌子这样过一辈子 而剧中的蓝灵落魄的样子 可能就是他们徒弟们没有遇到郭德纲时的样子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 视频中是上酒席讲述孟赫堂演出时 观众喝多了与孟赫堂的一段对话 当时还在老五队的时候 孟赫堂传敌演出 上台之后就有一个观众站起来 对着孟赫堂说 你给我下去 你是谁呀 我都不认识你 我拿脚趾头都不看你 那天是孟赫盯的笔 临时盯的笔 下边是 就觉得还在这个德云社的中间 没有看见明星打发 他可能在喝点酒站起来之后 说最后一拍 孟赫哥那天我讲这句特别可乐 我大哥站起来 你给我下去 我不听你 你是谁呀 我都不认识你 你怎么能够最后一个节目呢 我不要看你 我拿脚趾干我都不看你 哇 你这个多横啊 脚趾干我都不看你 孟赫哥还想尽量弥补呢 我说那个哥 你拿脚趾干我 我妈的 可以讲多疼 对啊 虽然孟赫棠尽量在斗包袱挽回观众 但这件事怕是孟赫棠永远忘记不了的一个观众 这件事虽然没有像剧中蓝铃那样对舞台产生阴影 但是都知道演员如果第一次演出就被观众撵下来 估计就很难再登上舞台了 观众的质疑可能是演员们的心理阴影 还记得在盘塌火了张云雷探清水和火了 许多人都觉得孟赫棠张云雷是一夜成名 却不知道他们为了这一夜付出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记得孟赫棠的盘塌火了之后还在露天商演 一个简易的舞台 观众也很少 只有几十个的样子 而且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天气应该非常炎热 大家都穿着短袖 而孟赫棠他们却要穿的舞的严严实实的长身大褂在舞台上满头大汗的演出 看着台底下的观众心不在焉 估计就是等着舞台上往下扔点小礼品的样子 当时站在台底下的观众 不需要花一分钱就可以看孟赫棠的演出 可是如今的孟赫棠 你想看就必须得花钱买票 还不一定能买得到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孟赫棠不是德云社最帅或者说最有才华的 但是一定是最努力的那个 有一方舞台可以供他演出可能是他最幸福的事 看似是剧中的蓝灵 但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孟赫棠的影子 实际上是饰演蓝灵 又怎么不是在演当初艰苦奋斗的自己呢 感谢观看 心愿 请客观看 请客观看